各位朋友歡迎你再來上課 聽我說領袖學與抗疫力 今天就延續上一次講的有關領袖學的理論 我們先打開PowerPoint 我們上次講到這個偉人特徵的理論 就說一個領袖他可以成功 往往是要有持之以行 要有主動性 要很有自信 很高EQ 還有是有很好的溝通技巧的 有些人覺得這些好像是與生俱來的特性 就學都沒得學的 但有些理論就覺得不是的 其實是有得學的 如果說它有得學 那就涉及到一些技巧的問題 也涉及到一些領袖的風格 你想採取一些什麼領袖的風格 今天我先跟大家講了有關技術方面 究竟這個領袖方面有什麼技術 然後我先講到領袖的風格 如果講到技術方面來講 其實可以有不同類型的技巧 他講你有三種的技巧 三種技巧就包括了什麼技巧呢 技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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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巧就是技術性的 有些技術性的你要學懂 你才能做到的領袖 你要指導別人這些方面的技術的東西 第二方面就是人 要懂得怎麼跟人去做相處 搞好一些關係 最後就是概念 概念 你有沒有一些重大的概念 給別人一些方向怎樣去做事情 他就說其實這三種技巧都是很重要的 但是你應用在一個組織 或者一個運動裡面來講 不同層次的領袖 他需要認識技巧是不同的 他講到就說 越低層的管理 比如一間大企業 低層的管理 其實你最重要是認識一些技術的 以及認識人的關係的管理 比如你說在一間工廠裡面 究竟應該怎麼做的產品 你要掌握得很清楚 那個技術方面是怎樣 就算你不是一間工廠也好 你是要搞一場運動 或者要搞一個服務機構也好 怎樣能夠將上面的一些想法 變成真的能夠實踐起來 那個技術的層面 你怎麼設計那個program 那個程式 那個活動的內容等等 這些技術層面都是很重要的 但是無論如何 你是要找人去做事的 所以你要懂得去處理好 一些人際的關係 員工中間裡面 很多時候舉個例子 他最不開心的就是 那些管理層 就是對人對這個 就好像偏幫他 對另一個 就會是沒有那麼支持 這些在工作間裡面 覺得一些事情不公平 其實影響了那個士氣 那你就算最低層的管理人員都好 你懂得技術之外 你還要懂得 是要處理一些人際關係 好了 他說中層管理的人員 就要三樣東西都可以 那你又要 好像就說這樣 你知道那個技術方面 技術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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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際關係之外 你也要理解一些 比較抽象的概念 為什麼呢 因為你就是接最高層的那些order 下來的 那你最高層一定是一些 比較大的方向的 那你最少要理解這些大方向 就是說呢 你中層管理呢 不是你去創造這些概念 但是你要理解得到去 還有呢 能夠跟最底層的這些管理人員 要對接了 怎樣將這些的概念 轉化成為了可行的一些方案等等 你做中間這個管理層呢 就很重要 好了 那你最高的管理層呢 就 他最重要最重要的 就是說 他懂得有一些重要的概念 去對應於 他所面對著的環境 究竟要做些什麼呢 才令到 無論這間企業可以賺到錢 這個服務機構 可以做到一些適切的社會 或者你作為一個政治領袖 你怎樣去推動一個新的方向 去解決我們面對的問題 所以呢 conceptual skill 這種有能力去到 理解我們處於一個什麼時代 什麼環境 你概念化到去 提出一些解決的方案 令到你自己的機構 或者這個運動 或者這個政府 或者整個社會 是向前發展得到好處的 所以他說 對於最高層來說 他當然要有這些 conceptual skill 他比較沒有那麼重要的 當然就是一些技術性的東西 變成就沒有那麼重要的了 但是 無論如何 即使最高層的話 你都要有human skill 因為你都要和你的團隊 一起合作 不同的 譬如政府裏面不同的部長 或者社會裏面不同的持份者 你要和他有一些溝通 所以human skill 都是重要的 所以你模糊 說起來 有些好像我們以前的說法 small people talk about people talk about people 那些小人話 最喜歡說說說人 說說這些閒話等等 中等的人 talk about things 說一些事 就是中等人會說的 great people 偉大的人 talk about ideas 他們就會說一些概念 這個是我們以前的說法 就是說 下等人說人 中等人說事 上等人就說概念 說理念 那些這樣 原來在一個機構裏面 或者整個社會裏面來說也好 都是可以這樣去看的 就是說 它有不同的著重點的 那不是說一定是底層的 就一定不好 而是說 它要更加著重到 那個技術層面 怎樣去執行上面的一些指令 所以你看得到了 最短層的很重要概念 中間那一層 什麼都要懂 底層的就要有技術 但是三層的人 都一定要去到 好好的學識一下 處理人際的關係 雖然處理的人 是不同類型的 但是他都要懂得去到 motive人 令到人有一種動機 一起去為了目標去做好那件事情 所以 Human skill 是三層的人都是需要的 我自己在想到 在想這段的時候 想到 其實中層的人 真的管理很重要 因為它是上下對接的 就是說 上面的人當然要緊要 你有些大方向 大理念 看通了那個時代 但是你沒有這些中層的人 去跟你對接的話 你沒有辦法去到 落到地 是做到的 那這些中層管理的人員 領袖是這麼重要 它是三種skill 互相對接 真的很重要 那我想起了 在中國這麼大的地方 裡面來過 我們經常聽見 什麼上有政策 下有政策 就是 落到地方裡面的領袖 他經常都會看見 就是你中央政府 有時候會想一些 好像很偉大的政策 但是事實上 可能在地方裡面 是未必適用的 那你怎麼去做到那個地步 就是 又不會說得罪 下個大老闆 但是另一方面 又要按住地方的需要 去到推動這些政策 那需要想到 上個政策下有對策 但是又不會讓你感覺到 我和你好像是對著幹 這些在中國裡面 官場裡面 很多這樣的地方官 作為一個中層管理 他就要有這種智慧 我自己經常觀察 在中國的南部裡面 例如廣東省 很長時間就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你會看到他表面上 都是說要跟著中央的路線 但是實質上 無論在經濟、政治、社會上來說 南部事實上是開放很多的 懂得是就著南方的這種文化 我們跟南方車和香港、港台 甚至世界各地的接觸交往很多 是比較開放的那些人 還有沿海裡面的經濟活動 是很活躍的 不能夠用那些 在中原地帶的中央的思維去管理 所以甚至有些人本來 他不是真的這麼開放 他來到廣東省做了領袖之後 他整個思維都要開放一些 譬如像汪洋一樣 他原來在重慶那時候 都不見得是特別 是一個很改革開放的領袖 但是來到廣東省 他知道用舊一套不行的 他就懂得去調整自己這套 就像趙紫陽曾經也在廣東省做過領導 當時還要執行一些很左的土改政策 但是來到之後他就知道 在地方裡面 原來千絲萬縷的關係 並不是這麼簡單 可以簡用中央政策去推到地方 這個我相信影響了日後裡面 他做了總理之後 他會採取一個比較開放的態度 去處理特別是 推動沿海裡面的改革 跟以往這個廣東經驗可能都有關係 所以我就會想到就是 這個特區政府 特區政府麻煩的地方就是 他根本就不太懂中國官場裡面 這種怎樣去尋找一些灰色的地帶 去令到那個地方裡面 表面上好像服從中央 但是實質上來講 他會按住地方的需要裡面 去推動自己的政策 不懂這些之後就更差 我現在看到這個香港這個特區政府 有時候就是做些事情 可能就完全緊跟中央 反而更保守過我見到以前 在中國裡面的一些地方的官員 現在更差的情況就是 他們為了在 現在香港已經變成了一國一制 為了要效忠 也要表現自己 甚至是互相競爭 是越走越左 越走越左 是討好中央的 如果你說特別好像現在這些防疫的政策 就更加是中央認為 是重中之重的話 香港可能本來原來那個做法 可能能夠控制著疫情也好 為了跟著中央這種清零政策 要做一些大的舉動等等 結果可能出來的結果可能會中碎 比如好像《國安法》的執行也是這樣 在中國過往這幾年裡面來說 就算你說他仍然都用這些 就是《國安法》 比如說煽動顛覆國家這些罪 去抓一些維權人士等等都好 法庭判出來 其實很多時候是三四年 劉曉波最重就判到十一年 但是你看我們香港 就是說剛剛現在實行《國安法》 你看到法庭裡面這些國安法官 都要表現自己 他判的刑分分鐘還重過中國大陸 好像我們這個《國安法》的第一案 唐英傑案 插一支旗在電單車那裡 那些警察攔截去的時候 不管是警察 撞到警察那些這樣 那控制了兩條罪 一條就是煽動分裂國家就是插這條旗 那另外就是恐怖襲擊 是馬上開個電單車那樣 那結果他就判了九年的刑期 和劉曉波只是差兩年 而其中呢 煽動顛覆國家就是插這支 就是叫了一個口號 那八個字是違反《國安法》 判六年半 那這些更嚴重過在中國大陸裡面 很多的維權律師所判的刑期 所以你看到現在香港特區政府 你這班的所謂用剛才說中層管理的 你應該其實是學識 怎樣尋找灰色的地格大 表面上面服從 但下面仍然維持 你自己地方裡面的利益文化等等 是做不到的 還走過頭是比中國大陸更差 所以你看看判的那些案是更重的 好了 那現在呢 接下來還有一些大的案 比如說初選案 或者是《蘋果日報》 勾結海外勢力 這些這樣的案 究竟他會判到多重呢 那如果根據《國安法》分三等 普通參議者是零至三年 積極的參議者就是三到十年 主要的領導等等那些是十年至中心 那會不會好像大耀廷、黎智英那些 會判到十年以上 會超越了劉曉波的判刑呢 在現在這樣的情況裡面 是分分鐘的可能的 你看一下現在香港裡面 就是說短時間之內 不斷抓人的那種數量速度 那你只是看《反送中》 《反送中》運動裡面 是香港抓了一萬人的 1989年 中國那個民運 不止就是北京各地裡面 其實都有動員起來的 也有很多人爭取民主 在當時裡面 全國是拘捕了幾多人 一萬人 香港2019年一個《反送中》運動 一個只在一個城市 拘捕人數也是超過一萬人 所以你看到 就是說 短時間之內 這些不同的部門 國安處等等 警察 法庭 大家都在競爭 競爭 立功 要表現自己 結果呢 有時候做的事情 還走過頭過大陸裡面 所以呢 作為中層的管理人員 在全國各國裡面 他們根本就沒有很懂得 像大陸官員一樣 尋找這些空間 而只是為了他們自己的試圖 是不斷在這裡表現的 失去中層的管理人員 因為他們有三種技術 有一個這麼的戰略位置 其實應該是好好的 就是利用他的位置的 而他們竟然是沒有做到的 好了 今天就講到這裡了 下次呢 就會跟大家講一下 不同的領袖的風格 是不是可以學回來 好了 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